一念离真,结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朝起早,夜眠迟 就是早上应该早点起床 晚上睡的时候晚一点 很多人常常会把它反过来 想要早点睡,晚点起床 甚至还把这种话当成金刚语来奉行 曾有人问 怎样才能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呀 点赞最高的回答是 做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就可以了 要知道,一个人吃不了自律的苦 终究还是会吃平庸的苦啊 而一个人未来的样子就藏在他对待清晨的态度里 早起的人生活都充满效益 做人还是应该要早起晚睡 不要把时间浪费了 这样呢,对于你的修行是极有帮助的 对你学习其他的知识也有很大的好处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在有机缘的时候懈怠放松 到临死时必定后悔莫及 精彩分成的一天 不会等待一个熬夜晚睡的人 注定不凡的一生 永远属于早睡早起的人 你发现了吗 这个世界啊,正在偷偷奖励早起的人 早起的人灵魂高贵 很认同一句话 生活不只是活着 有的人呢,晚上熬夜追剧不愿意睡 白天没有精神,起不来床 日子呀,没有一点盼头 而有的人呢,早起健康饮食 读书运动样样不辣 晚上带着充实入睡 活得有滋有味 昨天出门逛街呀 遇到了曾经的小学老师 老师头发半白 却和当年一样充满了精气神 他和我说 自己虽然年纪大了 早晨六点起床的习惯 却一直没变 每天他给老伴做完早餐后 都会拿着一本书 到楼下的长椅上读一会儿 那个时候没有喧闹的汽笛声 耳边只有清脆的鸟雀蟲鸣 空气也很清新 微风中还带着露水的味道 他的心情很快就沉静了下来 思绪也变得格外清晰 不知不觉呀 就读完了大半本书 熬夜只会降低生命的质量 而早起却能提升灵魂的高度 通宵看完一部电视剧 没什么了不起 深夜醉酒 有点闲钱的人都能做到 可是有规律的早起 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 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人生追求 同样的一天 如果你比别人早起一小时 一个月下来就是三十个小时 坚持一年呢 就多赚了三百六十个小时 试想一下呀 在别人睡懒觉的时候 你不仅读完了喜欢的书 还把家里打扫干净 拥有了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在别人被时间追着跑的时候 你却可以指挥时间 活出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诚然 没人能抗拒衰老 可是自律早起的人 却能在变老的路上 慢慢变好 早起的人 灵魂都带有香气 早起的人 志向非凡 很佩服一种人 他们不论遇到怎样的磨难 都能做到该睡觉就睡觉 说起床就起床 不拖延 也不纠结 正如一句话所说 熬夜是因为没有勇气 结束这一天 赖床是因为没有激情 开始这一天 前几天啊 和一个行业内的前辈出差 不巧呢 碰上对方公司不满意 我们提出的方案 只能不欢而散 整个晚上 我都陷入深深的自责里 脑袋里不断回想 对方拒绝我们的话 完全没有心思睡觉 不知不觉呢 天就萌萌亮了 我却始终不愿意起床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昨天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 前辈打来电话 让我一起吃早餐 饭桌上 他看出我状态不好 只说了一句 先征服早晨 再征服人生吧 那时啊 我才知道 他都已经晨跑了两圈 还在路上 想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后来呢 对方公司不但采纳了 前辈提出的解决方案 还表示愿意和我们长期合作 出差结束后啊 前辈安慰我说 晚上就意味着过去 别想太多 到了早晨呢 抓紧起来 生活的转机 都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人生啊 本来就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要是遇到一点不顺呢 就扰乱了心神 又怎么能成就大事呢 早睡早起 才能养精蓄锐 带着烦恼入睡 只会磨灭对生活的激情 可如果带着希望早起 就能坚定脚下的步伐 意志力非凡的人 心中有长远的目标 他们深知 过去啊 说明不了什么 只有睁开眼后的现在 才是值得奔赴的未来 生活的甜头 永远属于那些历经磨难 却仍能坚定信念 自律如稀的人 早起的人 命里都带着不凡 早起的人心态乐观 曾国藩曾说过 做人从早起开始 是着眼在那一转念之间 是否能振作精神 让此心做得主宰 人生匆匆而过 有人虚度光阴 却不知改变 也有人快意人生 而不愧于心 每次看到邻居王哥呀 我都会感叹早起的力量 王哥以前生活不顺 开出租车时呢 被撞坏了左腿 妻子嫌弃他想要离婚 还抱走了两岁大的儿子 王哥说 那天他起得很早 想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 一了百了 可就在他搭拉着脑袋 往前走时 却因为小区老人 唱京剧的歌声停下了脚步 老人嗓门红亮 虽然不认识他 却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再往前走 王哥路过了一家早餐铺 小贩热情地招呼他进来坐 一打开盖子 包子的热气扑面而来 这些年王哥疲于奔波 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吃过一顿早饭 那天他坐在早餐铺里 喝着热乎的豆浆 心里觉得踏实又舒服 他瞬间觉得呀 人间值得 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他想要好好地生活 享受每一个清晨 现在我每次遇见王哥 他总是笑呵呵的 脸上看不到一点过去的风霜 早起能给人生重新注入生命力 让生活充满好心情 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昏暗的时刻 有时呢 是因为工作不如别人而焦虑 感情不顺利而烦恼 有时柴米油盐的小事 也会让人郁闷 可是生活不会因为你情绪低落 就心慈手软的 沮丧没有用 我们只能尽力地取悦自己 不如尝试早起吧 生活中的无限美好 就藏在清晨的一碗粥里 埋在心底的自信 清晨伸个懒腰就能唤醒 早起的人生活都充满笑意 古语有言 清晨时光贵如今 现在的社会啊 人心越来越浮躁了 太多人对熬夜晚起习以为常 却忽略了最珍贵的清晨 生活中真正的高手 都懂得万事提前 因为早起的人生真的太赚了 早起的人习惯了迎接生命的惊喜 习惯了享受每天的生活 习惯了遇见全新的自己 所以我们修行啊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精进 不要轻易选择让自己轻松 人生短暂 时光一晃而过 故而要用来勤思修行 或为众生做些善事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只是浪费在睡觉当中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要等待 不要犹豫 更不要想着明天再早起 明天再开始学习 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开始行动 因为总有数不完的明天 从现在就开始改变 从下一秒就开始行动 这样我们才会成就更好的自己 拥抱更美好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